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冰的 不知道各位是否记得 在之前介绍2023年期待的游戏清单中 有一款我有特别提到 在美术方面让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次终于有机会参与内测 来谷迷心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持拍摄 在这边要声明一下 本次体验的版本并非官方的最终版 未来上架也大概率会有调整 所以实际请以公测版本为准 而且就我查到的资料 主线开头剧情就打掉重练过 甚至还有一些例会经过修改 所以下次内测或公测 可能也会有哪里不同了 我自己总计体验了十多来天 目前的主线跟周活动都已经打通了 玩法上并不太干 每天正常玩一会就足够了 另外剩一个长线的玩法 就比较需要练度了 然后就没了 整体游缺点也挺鲜明的 能讲的也挺多的 各位可以善用时间轴 跳转到自己感兴趣的片段 游戏剧情主要围绕着 收藏家 弃者 取姐 三者的关系而展开 收藏家是类似通灵者或者零能力者 能看见弃者的原始样貌 或者也可以说是本质 而弃者是弃物的具现化 就是所谓的幻化成精 或者日本的富商神 取姐可以理解成为恶意 灾难或者其本身的具现化 又或者说是妖魔邪水 玩家扮演者认识于来骨市 薄星派遣公司的收藏家 透过与弃者间的合作 抵抗取姐对世界的迫害 就是整体的故事大纲 其中也会穿插一些弃者的支线剧情 这世界观的设定其实也算蛮常见的 像之前介绍过的《勇和灵魂》 或者像最近开播的动画 《物资古物奇坛》 或者再更老一点的《通灵王》 在之前的影片中 也介绍过不少这种物理人的作品 所以《古物理人》算是个可理解的题材 并不算多惊奇 而开场多大过后 就是个经典的失忆后被唤醒 开始会出现与各种器物间的寒暄 它们的原型都是古今中外的文物 这在后面的美术介绍后我们再来细讲 而现阶段剧情的表现张力略选平淡 一来是缺乏配音的加持演出 二来是主角本身的参与感并不算太高 无关紧要的路人讲的话又太多余 一来一往让剧情水上不少 外加可能是为了贴合人设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太像是正常人的台词 想围绕着器物带入设定是没什么毛病 但老实说大部分的玩家并没有这么讲究 并不会太过去深究文物的历史 反而更多是想看如何封创出有趣的剧情 或者看超卡角色 那举例来说 像《甄嬛传》或者《如意传》 虽然是个架空剧情 但是在历史文化上还是有一定的考究 但如果在角色的台词推草上也过于讲究的话 观看体验上肯定并不会太好 而如果你少过头的话 就会变成和家欢的步步惊心 或者延续攻略 如果拿捏的恰当就很考验文案的功力了 整体读起来并不算太枯燥 不过就很平庸 没有太多印象点 建议是可以再更放开一点 而没有配音是真的有点可惜 如果是产能不足支撑全部的内容的话 至少主线方面务必加上 那美术方面 游戏中的UI界面的调色都很简洁舒适 并不显得杂乱 也不会弹出各种欢乐的小礼包 硬桌上也很顺畅 并不会太卡手 这点我还蛮喜欢的 而人物美术上真的非常的精美 不再是各种日式风格 或者走软色情的邪道 也没有太过于强调中国风 变成那种很言情小说的画风 作画上也都是满满的细节 像这个少巨剑 啊对 我在这游戏认识一些奇怪的字 做了一个抛件的动作 让整体的画面表现更为生动 还有这个天然屏 这一看就知道这个作画品质之高 而外形种类也非常的多元 不管是罗莉 郑泰 郁姐 陈南 大叔等 环飞艳寿 各显其美 应有尽有 总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 除了色色的那种以外 角色男女比例算蛮平衡的 并不会特别偏向女性角色 全员都有Life2D以外 突破到遗地阶段 你还会送另外一套 充满仪式感的Life2D 如果你购买商城时装的话 很多都是透过作用 特征 颜色来诠释 或者更为直白 就是以手词的原型来表示 我真的蛮能想象 美术当时作画的精神状态 可能要喝得够多才能激发想象力了 之前也提到过 万物介克你人 现在AI也能各种作画 这个赚钱的机会 只剩下你我还想不到 而其中该有的科普知识也不少 还有文物本身的原型 如果需要了解的话可以自行查看 这边接着来讲一下 角色的职业种类跟养成 职业名称看起来很老口 白话翻译就是 战略等于炮手 轻锐等于近战 数位等于坦 远吉等于狙击手 构树等于法师奶妈 伤害种类就分成物理跟构树 也就是所谓的魔法 稀有度就以颜色分成红黄绿 对应的话就是SSR、SR、阿卡 那角色除了等级、突破 就是技能跟属性的养成 那这边上排的话是技能 下排的话是属性 中间的话就是等级跟特性 建议的话是先把技能开出来 再去养属性 特性的话就看个人喜好了 可以靠金币重置 所以试错成本并不会太高 那最后一个就是装备 可以靠每日免费制作 或者关卡刷取 同阶级的装备属性都一样 只剎它会有随机的附加属性 以及不同装备的特性不同 可是这游戏在前期的战米来说 等级的影响比较大 装备的话后期再慢慢养就好了 并不会影响太多 然后就是部分的资源 可以透过人物去生产 顺带可以提升好感度来提升练度 那再来就是战斗玩法了 经典的回合战棘类 这在过去的钢制炼金术是M中有提到过 就不列举了 那游戏虽然是个小人模组 但场景跟人物的战斗模组设计 像攻击反馈等都做得很细致 招式的动画不算很绚丽 但老实说也并不差 另外还有个小细节是在更换live2D后 释放大招动画也会改变 但目前只限于购买的商城时装 不过很合理啦 游戏的科经典其实并不算太多 希望未来是可以搭配月卡 或者通行征一起贩售啦 那因为内侧没有什么强度版可以参考 个人体验上的建议培养的话 第一位就是主线可以获取的福桃瓶 透过新手活动可以免费突满 这角色可以放心养满 拥有十分好用的范围AOE群伤 只要你拉好怪以后 就可以大幅的消血轻砸 外加人物的语音也非常好听 第二位 活动期间可以免费兑换的同奔马 那坦在游戏中有个特色 除了嘲讽以外 也有限制敌人的移动机制 有时候可以用来卡位跟宝物后排 他本身在一定范围内被攻击后还会再反击 战略价值还蛮高的 那第三位 天蓝瓶 我记得他好像是免费送的奶妈啦 特点就是攻击后可以帮附近的一个队友回血 搭配像上一位的同奔马或者近战 有奇效啊 然后奶妈的治疗量在游戏中是受到暴击加成的 不过前期等级不够的话 本身的优势是凸显不出来的 第四位 七盘五专 他是需要抽取或者靠手足获得 本身是属于侵略类 可以透过技能来移动两次 然后他攻击完以后还可以再次移动 这打带袍的特性是真的很强 能在残险的时候依旧保有强大的输出战力 而且本身的单体爆破伤害也很高 是个非常强大的游击兵 第五位 万国拳图 伤害很高的超远程输出 尤其在打那种周副本的时候 非常有用 外加很多眼神他本身会有些控制效果 像是晕眩等 可以用来牵制或者秒掉敌方的后排辅助 另外还有两个角色可以在活装副本中获取 而且也是能干满突破的 配白嫖的角色绝对不要错过 而战略类的角色 他的特点是可以自动攻击靠近敌人 但缺点是 腿短 好不快 遇到需要快速移动的关卡会特别脑溢血 依照目前的关卡强度 靠赠送跟抽到的SR就足够打通了 玩家最低下限游玩体验已经是有保障 如果你抽到SSR 养上去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甚至还有一些是可以免疫一回合死亡的技能 根本是超逆天啊 在移动或攻击方面 其实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只要点击你想攻击的人 他就会直接带入走位判定 操作上其实蛮直觉的 不过 在策略上的机制就有点 妙 首先人物有做出方向性 就是被攻击后人物就会转向 但却没有任何的伤害加成奖励 这点其实挺可惜的 既然都设计出来了 其实是可以好好利用的 甚至像是高低差也应该都可以考虑进去 而整体的场景定期设计 也都是开阔的地形 比较缺乏可以运用的卡点机制 我觉得玩战棋类如何排名布阵 其实是个很大的乐趣 课长可以用战力 平民可以用脑力 各取所需 而游戏的整体克制关系并不太明显 战数值压制却还蛮严重的 只要等级差一点点 双方打出来的伤害就会差很多 常常我被打一下就是半条血 然后我打他就很刮痧 而且上场角色最多6名 捕师本身的回血并不多 而且有释放限制 并占不到好处 然后有时候挫败感其实也挺明显的 因为走在完全没有阵亡的时候 才能满足3颗星通关 常常就是前面打的都很完美 然后突然被反转一刀打爆 或者还有那种开场 强制把你角色拉过去当沙包打的 所以就只能从头再来一遍思考布局 虽然旁边有个悔期吧 但因为目前还没有开放 你就算把银屋点碎了也没有用 看得到用不到真的让人很不开心啊 外加那个素材本要解锁多次扫荡的话 必须要三星通关 你就说你是想折磨谁 再来他游戏中有个周活动 是跟AI的PVP模式 他会强制平衡上场角色的等级 所以你可以上阵一些平常没有养的角色 顺便来这边测试强度 算是个挺友好的模式 整体难度也算一般 而且一周只要动脑一次即可 稍微花点时间就可以拿到免费的突满角色 再来我就要批评点名一下这个扫荡的看片模式 虽然关卡体力消化的快 实际打下来也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但我个人是真的十分讨厌这个模式啊 除了耗电用来恶整玩家以外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好处 如果想要玩家多讨论这款游戏 从配对策略 剧情 文物等 来带动流量跟二创热度 应该总比放在那边拨片强吧 而且这个重复性作业久了 在威加未来有的版本活动的话 大概率就会劝退一群人了 而且老实说市场上也有不错的范例啊 像我频道常提到的无情迷途 重复性的资源都可以快速扫荡结束 让玩家有时间的话再去过主线或者打版本活动 或者像战双那样可以单次提高消耗量的模式 不然就干脆学飞染天空吧 可以离线挂机 反正如果就是想耗玩家时间的话 不要连电一起陪葬啊 像升空之眼那体力资源我都已经爆仓到不行了 但我有时候就会懒得去玩 就是因为那个重复性的作业太多 长期玩下来会很倦怠 接着就是这个体力跟养成的不对称 这点倒是跟无情迷途差不多了 它就是标准那种上限5分钟就能结束了 然后获取的资源极少 好在就剩在那个平衡做的还算行 很多关卡低练度靠操作的话也能完美通关 不过你游在战斗平衡跟机制上 并没有做的特别优秀啊 很多关卡就是单纯的堆怪物数量 变成只能靠养成素质来应推 除了第二张的boss战设计还算有趣以外 其他如果打不过就只能老实看片来提炼度了 然后又是目前游戏内测试的版本活动 这个旅行青蛙该怎么说呢 也算简单吧 只要定时喂饭就可以有奖励 可以兑换免费角色跟养成支援 然后副产品就是可以看一些经典剧情 但我希望这获取的代替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点 一堆没办法拿满的奖励 看上去真的不是很愉悦啊 再来这个没任务 我个人是希望可以让获取的奖励放宽 简化或者干脆合并 例如像有些功能的棘手条件 是要打到第二张 那这样玩家时间不多又推不快的话 奖励领不全 猛推的话又有可能会变成快速略过巨型 对辛苦制作的内容就是单纯的消耗 还有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穿戴一次装备 你就是点进去把角色的装备卸下 装备就达成了 这就像我给你一个打开门的任务 然后还教你第一步要把手放在门把上一样 就觉得是不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既然都愿意给这么容易达成的方式了 不如减切玩家的负担来个皆大欢喜 那目前版本就三张大地图吧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玩法目前的内容也偏少 但这里其实并非缺点 对单一项目的精致化是件好事 而且整体玩法上很轻度 可以很好兼容其他款游戏 不用搞的玩游戏跟上班一样 像无奇皮图 平常我能玩的也就是主线 活动 然后就是无止境的长草 千万不要学那些换皮卡牌 出一堆有的没有的垃圾副本来拖台钱 让玩家点红点玩的很干忧很客 那再来讲到客经典方面 真的感谢没有万恶的抽碎片机制 抽到角色还会给对应的券 那不同的券可以拿去换抽卡或者其他资源 甚至像角色突破材料也有 算量不算太多吧 但长期玩下来 还是可以让人有个盼头 那每10抽保底一张黄卡 小保底70抽 没有所有的大保底 那不同卡池的抽数都会继承 然后因为我没有歪过其他角色了 所以很难评价他几率黑不黑啊 那看上去比较像大保底 就是可以在同个卡池累积180抽 可额外获取卡池UP的角色 不过这个累积的抽数 并不会继承到下一个卡池 所以如果真的不够的话 就不要硬抽 那依照目前提供的价格参考 不计算手足双倍的话 每1500钻是10抽 约670元 以这个内容品质来说 已经屌打很多幻皮游戏了 那其他除了像月卡 等级礼包 跟常规养成礼包以外 就没有其他各种什么VIP N档位的月卡 周卡 记卡 或者手足送你武器之类的 不过他有个手足自选角色啦 那战令的话 我猜未来是会有的 毕竟这游戏 对比其他游戏的客经典来说 是真的不太多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花时间复旦的抽卡 不过他就算是额外赠送的 你可以每天丢着等歪 虽然我玩到现在 只看过一次黄卡就是了 结论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不错 未来可期 感谢各位耐心看到这里 虽然抱怨的看数挺多的 像看片扫荡很蠢 养成方面很讨厌等 但综合玩下来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也是近期为数不多 玩到觉得挺有趣的游戏 上架后 我也还蛮愿意再去干一次的 而且背景音乐也很不错 像这次影片的BGM 就是用里面的音乐 让玩游戏这件事情 可以变得很放松 最近各种放置玩法 是真的看到有点视觉疲劳了 而且很多纯麦色作品 也不见得大家都喜欢 像有些观众 就想找这种男女数量平衡 而且画风不要太色的 那这款就可以纳入考量 但战棋玩法就比较看人了 而且老观众都知道 我很少会去给游戏赠评的 之前夸多了还被当作是业配 那钱呢 快转到我户头啊 所以这次花蛮长的时间 尽可能将看到的问题点点出 在未上架的时候 都还有机会去调整 等如果把不好的东西带到公厕 那就真的是拜拜了 要码就是专一波后凉凉 要码就是开局直接沉地 那厂商既然想选择不同于市场的赛道 就不要试图想两头多抓 让花时间做出来的产品 能为另一款电子垃圾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P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